苏提达王后闪闪发光,出席曼谷儿童保护峰会,瑞典王后黯然失色 苏提达绝对是最励志的泰国王后,从一个默默无闻的小空姐成为马哈国王的结语花 根本原因就是得到了军方的支持 此外还诞下瑞士幼子,双管旗下助力苏提达登顶后卫 泰王派苏提达参加2024年曼谷儿童保护峰会,并且接见瑞典王后 这次公务意义重大,普光标志着苏提达开始接受外交公务 还意味着她已经在王室一家独大 事实上,苏提达已经加冕整整五年,期间的表现堪称完美,让人根本挑不出毛病 即使很多粉丝希望希拉米回归,但是现在看来几乎不可能 苏提达已经彻底占领了后宫 出席2024年曼谷儿童保护峰会的时候 苏提达一席紫色礼服光彩夺目,成为现场最美丽的女卷 两代王后同框的时候,还是苏提达更胜一筹,对视王后瞬间黯淡无光 在世界儿童基金会联合创始人斯文菲利普的陪同下 两位王后出席了会议,结束后在世界儿童基金会的留言布上签名 苏提达以女主人的姿态,接见远道而来的瑞士王后 虽然苏提达不是后宫最美女卷,但是却笑到了最后并且成功坐稳王后的位置 任性十足又聪明伶俐,再加上精通多国外语 难怪泰王放心将外交公务交给王后 自从加冕为泰国王后,苏提达多次亮相外交公务,成为马哈国王的贤内主 并且还为丈夫当童生翻译 有这么优秀的王后在身边,年迈的泰王也能少操点心,的确是最优选择 苏提达最大的优势就是陈文 自从当了王后,处理了大大小小几百场公务,从来没有出现任何失误 每次出镜的时候,都是精心打扮状态完美,让马哈国王脸上有面子 这次的外交公务,苏提达换上紫色系泰式礼服,绸缎质地光滑如月光 实在是让人一不开眼 即使身材微微发福,但是却刚刚好 苏提达的确是新一代亚洲最美王后 很多读者也在感慨,短短五年的时间,就让苏提达实现了涅槃重生 去年访问英国的时候,苏提达还被称之为保镖王后 如今却摇身一变成为女主人,帮助马哈国王处理外交事宜 即使已经到了阿易北,苏提达的状态却越来越完美 甚至还实现了逆声唱 之前因为后宫团存在,马哈国王处处留情 导致苏提达眉头紧锁,忧心忡忡 如今脸上终于有了胜利者的微笑 都说苏提达将王后当事业经营,现在看来的确很成功 并且得到了所有人的认可 无论是颜值、气质还是能力,苏提达都拔得头筹 难怪太王愿意为他遣散后宫 现在马哈国王已经72岁,身体跟年轻时候没法比 回归家庭才是最好的选择 有苏提达在身边 既可以照顾饮食起居,也能代替太王处理公务 简直就是全能王后 至于施妮娜和希拉米,只能永远在冷宫里待着 没有能力只会撒娇 双眉组合简直就是两个花瓶 在才冒双全的苏提达面前,只有失败的范